大美西藏传承千年的文化瑰宝 除了能歌上舞 还有什么能展现西藏日卡子姑娘美丽的一面呢 这些都是我们做原始的一些奶芝分离器 这些都是手工的 但是现在出来的一些奶芝芬的机器 这个是达村有茶的 这个是奶芝分离器 这样咱们先把时间拉回到16万年前 位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的白石芽如洞 出现了青藏高原最初的人类活动痕迹 到了500年前青藏高原的人学会了劳作制作器具 在如今是哈茨定日县的苏热山南坡吉隆县 纳曲圣扎县能地 发现了最糟的也最具代表的旧石器时代文化 再到新石器时代的昌都卡洛文化 阿萨曲公文化 以及藏北草原的西石器文化 这些文化都有某种相似性 通过出途的石器表明 或多或少与长江黄河流域有一定联系 考核学者普遍认为 最糟的西藏居民和长江黄河流域的居民 已经开始相互学习 融合 藏文化在历史长河中 走了很长一段时间 几乎和长江黄河文化同步行进 血浓与水的联系 从一开始就是长长久久 最糟的纺织器具发现于浙江雨咬 六千多年前的遗址 西藏的纺织手艺大概有两千多年左右的历史 松藏岸部时期 文成公主把更精湛的防部记忆带到家乡 经过学习后藏族人织出了独具藏士特色的普鲁 这边呢就是我们村的一个葫芦的加工厂 里面呢有俄军安的就是葫芦 还有我们的羊毛毯 都是我们这些村民就是一起在这里做出来的 现在我们阿家正在织的就是我们的藏装上面戴的围裙 藏语呢就叫帮爹 它是一个五彩缤纷的一个 和葫芦发展同一时期 还有咱们的藏坛手艺 当时日哈泽的定日萨嘎等地民间支流的手艺已经相当普遍 而溜就是咱们藏语里坛的意思 从这开始西藏地坛的雏形就出来了 接着白朗把记忆再度提高 手工藏坛在居民间已经可以交还护品了 从松藏干部到护品列时期 经过600多年的积累后 日哈泽姜字才诞生了卡店 成为藏坛中的精品 同时在山南的贡嘎也诞生了邦店 2006年卡店邦天和格萨尔唐卡一同被列入 第一批国家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卡店诞生于西藏日哈泽 是咱们家乡的传统文化代表之一 尤其是江兹县 被称为卡店之乡 各位朋友来到江兹乡村 会发现家家户户都有手工防制机 母亲那一代的长辈们 每年都能给家里增添几张心坛 而琢磨家里也是如此 每年把牛羊毛都收集起来 妈妈用她的好手艺 家里的卡店葬坛用也用不完 这个工具也是我妈妈经常用的一个工具 是普鲁的 也就是我们穿着葬装呀 我们做出羊毛的 我们经常用到的那个羊毛盘 也是用这个机器做出来的 通过树柳羊毛 纺织毛线 染色 导线 手工编制 瓶剪 洗坛等纯天然的手工 一后一张完整的卡店就出来了 具体制作 周末之前的视频有展现 如果大家有兴趣 可以翻翻去看哦 卡店的特点就是纺织精密 富有藏文化的传统花纹 脸色鲜艳的图案 由于藏师特色 又汲取了全国各地的文化 在明清时期被作为共品 同时传到了周边各国 如今各位朋友到故宫参观 就能看到当时生产的 西藏卡店收藏品 直到现在 藏坛不仅仅是全国的文化代表 也和波斯土耳其坛一统 被称为世界三大名坛 这些都是制作出来的成品 这个就是我们的羊毛毯 都是纯手工制作出来的 江江户户门口的公路 指引贵家人的路灯 从无道游 西藏乡村环境再提升 咱们的日子乐呵呵 祖国改变西藏乡村面貌 提高基础设施 因此有了更大的长方 船长千年的传统手艺 不仅仅是延续下去 而且还走向了全国 除了种地和放牛 西藏每个地方的朋友 都在发扬着传统文化 同时提高了收入 更好的生活始终要靠双手创造 随着时代发展 西藏日卡子的手工艺 又融合了更多元素 在创新中进步 让全国更多的人知道 咱们西藏的网话瑰宝 这些都是一些围街的图案 不像是个图案 这个就是天竹 还有这里还有一些包包呀 是我们当次的 一位比较厉害的一个姐姐 带着我们全家的妇女 用羊毛制作出来的各种各样的产品 然后走向了全国 未来一定是越来越好的 西藏传统广化 西藏乡村牧区城市 以及祖国都会 咱们为自己自豪 也欢迎所有的朋友 到西藏日卡子来 感受藏谈的文化 大美西藏等着您 我是青海人 青海人 教学好大 对 我从18岁开始就学的 18岁就开始学的 难怪现在就知道这么好 四川真的很穷吗 藏族姑娘 石派乡镇建设 和家乡西藏有何不同 周末想亲眼看看 改变西藏面貌的劳动者们 他们的家乡是怎么样的 没走出西藏之前 周末对于隔壁的邻居 四川无法想象的出来 不过身边一些朋友 还有行人过客 都来自四川各地 感觉四川话相对容易理解 还有点风趣幽默 早些时候家乡电视节目 总循环播放四川方言版 猫和老鼠 尤其西藏 四川甘孜 阿爸等的一些 藏族朋友还会讲 周末莫名有种亲切 尊敬在全国 未必有女震旦在天上 却无处不在 哈喽 人家观看 三个小美 亲爱的家人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您的好朋友 藏族姑娘 周末 我的梦想呢 就是走遍全国 如果提起四川岁宁 各位朋友 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呢 是明星居敬仪 唐一新的家乡 还是中国死海 从成都坐火车 去重庆 广州的必经之路 还是压根 没听说过呢 我头上这条铁路呢 就是成都到重庆 或广州等 东河南方向城市 必要经过的地方 很多人可能不太了解 四川岁宁人在西藏有许多身份 工人 教室 警察 以及大小老板等等 意思就是要问在西藏的四川人 哪个城市来的最多 岁宁 绝对名列前茅 我们这次就亲身体验 看看参与西藏建设的朋友们 家乡的样子 现在全部去乡镇的 就是岁宁下面的乡镇的 比如说你要去别的市的话 要去城北客人站 感觉这边搬了之后 就不特别的问题 现在车来得越慢了 我的目的地是 孙宁市安居区石洞镇 因为要装修咱们农村的房子 这路沿着318活道行进 会经过宝山镇 御丰镇 安居城区 东山镇 然后到石洞镇 一路上最让卓马羡慕的 不是有多少楼房 而是树木植被太丰富 一片片都是绿色 低海拔 加上四川 肥沃的土地 能长出很多西藏活不了的植物 往前一直走 不停歇 就到家乡 如果能有窗外四川这样的景象 那就完美了 另外我注意到 现在孙宁乡镇 搬车 没有那么多的乘客了 其实这也说明 越来越多人买上小汽车 几年前来得不早 要等下一趟 现在来个好久 坐不满人 除了人们不太愿意 出某一个原因 生活水平提高也有道理 比如买了车 在城市定居等等 我现在已经到这个镇里面了 这里就是以前 走向大城市的起点 对我而言 眼前四川碎莹的乡镇 都有区别 就我去过的地方来说 我觉得东山镇 比石洞镇更繁荣 市区的永兴镇改造后 比兰江镇更发达 而卓马家乡西藏 如果远离城市中心的地方 那么日喀子吉隆镇 领着卢狼镇 视觉感官上 比石洞镇要繁荣 西藏主要还是地广人稀 地理环境比较受限 足利而言 动力不足 只能低调 而位于社湖市的驼牌镇 排名遂宁乡镇第一 也比西藏所有镇发达 在整个四川也能排到前五 整个西部甚至能排到前三十名 也算了 穗宁的蒙面了 今天天气不是很好 下雨了 感觉来的不是时候 像那边的环境 我本来说今天下雪了 看到这个树都没有 特别的老 有两百多年的历史 也就是说五县小城 穗宁也有四川排名前列的乡镇 不过比起全国最发达的江苏 浙江广东这些地方 拖牌镇就失去了光彩 比如昆山市的玉山镇 可谓全国第一镇 堪比一些地级市 不过强大的地方 依然也有人均低于 穗宁地级市县城区乡镇 我现在又要去吃上次吃的那个面 我感觉来这里最好吃的一家面店 果然还是市区里贵一点 这边便宜一点 市区里14块 这边才9块钱 就从眼前来看 不去做详细分析 卓马看到的四川挺好的 穗宁一些乡镇 除了看起来破旧点 也没有太大缺点 生活的乡亲们 有一些是大人物 有一些是小康 有一些平平淡淡 赤薄穿暖 走出西藏去打拼的穗宁人 也在各自领域散发能量 在西藏领芝 不发些知名人物 卓马觉得四川穗宁的乡镇 看起来没有那么新 像正在经历凤霜的大人 而西藏却像年轻人 买点吃的 等会要干活 这边有个旧的幼儿园 应该是 嗯 同时乡镇也像小草 秋枯春绿 都有循环的一生 最近乡镇都有路 有车 所以在任何地方 都没有标准答案 各位朋友 你们觉得四川乡镇 怎么样呢 十个洞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 我们的那里 你真的是十个 十个洞 所以这个镇就叫十洞镇 是吗 我不知道 常常是这样说的 哦 嘿嘿 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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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